欢迎来到动漫废物电台 我常常说今天煲新花 昨天煲完啦 星期五晚上10点半就是动漫废物 今周有人来踢馆 打算灭我们门派 但是为了避免被人灭了门派 也没有人知道我们灭了门派 所以今晚直播 也通知网友 我们的MSN是 acrobrius.radio.gmail.com M群是group275100 msnson.cn 如果听完我们今晚节目之后 你发觉我们没有再回覆你们的话 我们就被未来的三条K.O.了 大家好我是曼游者 我是斯蒂 我是阿天 我们通常就不会被踢馆那群人去介绍对方 不如请三位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乔晴夫 我是叶韦清 我是中立门的阿俊 三个门派联结联系我们一个门派 欢迎三位嘉宾 听到这样的阵容 就知道今晚其实我们是讲讲晚 没到窮之师好眠就是讲晚 没理由归纳日晚 今天除了我们问之外 亦都欢迎听众一起去问一下 无论是乔大或是Felix 亦都可以问一下 阿俊大虽然不知道在这个环节上 是问他 你可以 我认识 阿俊是有东西问他们两位多 他们两位多 那些稿呢 我们就交了 交了 阿俊那些 阿俊那些 《武道康知诗》 其实呢 小说改编的武克漫画 其实香港不少 但是将他改变成这种 日式征装的那种方式 其实就不太多 以往我们见过很多 金庸不下 古龙不下 温帅安 温帅安 现在也有很多 出截都是他 金庸又写了 是的又写了 之前有九巴刀一轮 风潮 有一本 真是港产的 香港人写香港人画 我不是这样看的 是吗 我不是觉得以前写金庸那些 他们是作品小说出了一段时间 现在是小说一路出 漫画一路出 小说你都没有结局 那他们就乱改了结局 但是漫画 当然漫画现时进度还是比小说 但是我不排除 有一日 应该不会的 一般来说 都好像是两期漫画 等于一期 我发生了什么意外 到你被人踩卓 不同的例如我可能看射雕 我看漫画很好看 可以追小说追回结局 早过漫画出现 但是现在是 无导人之心是不可以这样做 我发现是在想这一件事 就是小说的年期这么短 但是已经开始要改编了 但是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不如首先又问下 最初为什么你们会合作呢 包括三方 包括乔大 蒙玛这边 以及东立 怎样连成一线呢 Felix 你说的 说一点背景历史 我们之前做动画的 之前我在意马拉雅做 后来新公司成立了 要找一些本地制作的题材 我们想把他演变为 选择一个好的题材 然后再扩展 将世界 正直当然 我们认识了乔正夫 又看了他 一直跟他有联络 其实我和Felix 就认识了很久了 认识了十年以上 不止了 因为以前 我们是在同一间公司工作的 是一间做游戏的公司 其实我都不知为什么会聘用 我又不懂计程式 又不懂画图 我都不知为什么 那真的很难得 还要我和Felix坐隔离 大家有很多共同兴趣 看的东西又一样 主要玩Quickgoo 主要打机打那些一样 主要打篮球 那时候都很熟 那时候 后来就是 他那间新公司 就是现在的梦马 很想做一个Franchise 其实不是只想做漫画 就想做一个multimedia的方式去做 就想找一个 Local 本地原创的东西去做 有时 那个timing是这么巧 我记得他 初初找我聊的时候 应该是 舞蹈狂知诗的小说 出了第2第3 还有那个 销量和声势 和现在还有一点距离 因为刚刚出了 一年左右 他已经很早找我聊了 聊的时候 首先我跟他很熟 他之前已经很喜欢看我的书 聊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真的喜欢这件事 和老板谈了解这个作品 不是说看到有得做就去做 真的是想 想发展这个故事 所以后来就谈得整个授权 但是没有想过 是一个完结了的 可能已经 出了一段时间已经算是成功了 但选择反而是一个 很新的体验 刚刚新写的体验 为什么呢 其实可能那个 《舞露狂知诗》的世界观 我们觉得很多世界可以扩展 还有他那些角色很有 做游戏 做童话 和原送在里面 觉得比较容易 还有那个 《杀蝎》相当来说 是很暗的 《杀蝎》 很重有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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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断之 禁断之 现在《舞露狂知诗》 那段时间出来 我们觉得是挺适合的 那个观众群 或者读者群 不一定大很多 而且始终 武俠这件事 始终在 华人的社会里面 始终是容易推广一点 我个人的经验 我《杀蝎》推很久都没有粉丝给我看 《舞露狂知诗》 最少找到几个粉丝 包括在座这些都愿意看 因为你很容易介绍给别人听 你一说《杀蝎》小说四个字 他大概知道有个概念 但是《杀蝎》可能复杂一点 你要讲一段字去解释这本是什么的小说 就很难推广 还有当时 要么是第二期左右 我听到有公司找 《杀蝎》去做妈妈化和动画化的东西 我心里想 这家公司也挺大胆的 《杀蝎》出名写孙慢 你怎样肯定写得完吗 慢就不代表不会完 我意思是你很难跟上进度 我意思是你很难跟上进度 我充手敬佩 想不想解答一下你 他暂时有三期存货 暂时都用当时 我说一下 《杀蝎》作品我是不是很熟的 但我上网上有做过功夫 三大系列 现在是《舞蹈矿》 《杀蝎》 另外是做过《吸血鬼猎人》 如果你这么说 其实《吸血鬼猎人》 可能也是一个很Hit的 可以用来改篇的题材 其实那个是做过的 做过很多年前 《杀蝎》在后面做过 《杀蝎》在后面 那个是用一个博妆港幻的形式做 但是那次做就 制作上安排就不太理想 我自己其实没什么参与 没什么在过程之中就参与 就不同这次 所以我觉得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跟我自己心目中的世界观差很远 印象中我都知道 印象中其实很短 好像是其中一半而已 其中一集 也原了那一集的故事 一个系列跟现在《舞蹈矿》有些分别 但是那次不行之后 对于薄慢心灰意 我觉得这个故事不适合漫画化 不要说这个故事是没有看的 还是有其他考虑的因素 还是纯粹他说《舞蹈矿》 那我就给你了 其实是纯粹他最想做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尤其是《舞蹈矿》的世界 比较容易去掌握 那个世界可以容易去扩展 而且他觉得他《舞蹈矿》的《舞蹈》世界 比较比较现代人或年轻的 但是刚才说了你和乔大合作的起源 但是为什么《舞蹈矿》自己不做呢 就是要找东纳一起合作 其实最初我们是想着 如何扩展这个幅度 因为首先想到第一部 漫画 漫画就是相对来说的成本最低 这个小说是最便宜的 一个人 然后上一级可能就是漫画 我们开始想着 游戏的动画 一路下去的成本会会更多 所以我们会先做漫画 所以最初我们还没想到发行 我们做了第一期才开始找发行 即是开始了 production 其实我们做完之后 做了一部份试稿 之后才开始找帮我们出版 即是最后就找了东纳 其实前期的工作做了很长 差不多当作一个动画的设定 就是这样去做 但是为什么要找东纳 我想最主要是出版也是另一个范畴 就算出版文字书和漫画有不同的范畴 其实开头应该接触那些不同的出版社 或者发行商 但是始终东纳在这方面的经验 或者人物关系各方面 门市的关系都最好 他们肯做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博妆漫画始终香港大多数 但是如果口装的东纳 其实都是东纳为主 简单说的没有出其有 香港人选择 就是赢了 就是赢了 就是赢了新少年代年载 和当时的年载 和武当掌门一样 宣称自己天下武 我没看过故事 老实说这次是我第一次看武俠小说 虽然也不意外 不是所有人都会看武俠小说 但这次是我第一次看武俠小说 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是 没有那些很疯狂或者很夸张式的打斗 主要都是一些很实在的格斗 上次称之为格斗 这个自然是因为乔大本身 就是吃过野猪的 不少了 不少了 但是在整个过程 就是你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最初是为什么会构思一个这样的 除了你喜欢武俠之外 你为什么会构思一个这样的武俠故事 是否想有一些突破以往的武俠小说的想法 其实这种比较实在的格斗 这种动作的风格 其实我一直都这样写 我写了十几年 我最初写《幻国之人》 最初出过一本书 都是写剑术的 都是找很多真实的日本或者欧洲剑术的资料 去表现那种真实感 打的时候会很像电影的形式 但是电影是比较格斗的那种形式 不是飞而飞而那种 其实十几年是继续了下来 都是这种风格 我觉得都是这种风格 是自己比较擅长写的 到开始想武道狂之师的故事 开始写武俠小说的时候 都是想着走这个方向 因为武俠小说大家都知道 写了很多本 很多很经典的 最重要是想有什么新的角度写 我发觉反而 武俠小说其实 很少从一个练武之人的角度去出发 很多时候武俠小说里面的人物 很多时候都是象征一些 其实政治人物也会有 或者纯粹是说一些人的冒险也会有 但是他可能他那个故事里面的动机 不是说那么纯粹 都有这些人物 譬如古龙里面那种 西门吹说那种人 他就很纯粹追求武俠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人物通常都是比较少 不多 和合的元素是 佔的比例是高很多 高于武俠小说 虽然叫武俠小说 以武行头 但是武学那样东西的描述 不要说没有 可能是天马行空 不是很真实的 那我就想 可不可以直接就用这样东西来做 一个武俠小说的世界观呢 就是 那个武林 就是其实充斥着一帮这样的人 那如果这一帮人 他们存在于一个真实的古代里面 他们会怎样呢 这种人 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会怎样呢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要写一场 他去主持一个 其实是市井中的一个 斗云的事件 江湖斗云 其实是 先想表达了这种武者这种人 如果真的有一帮 超凡脱俗的武者 存在在那个真实的世界 他们在凡人的眼中 他们是怎样的呢 他们又怎样看这个世界呢 所以是 先写了那一场戏 令到读者觉得 咦 这次看那个武俠小说里面那些 武者 或者合者 是不同的 跟以前 那是 从那里开始慢慢发展那个世界观 这里也正式补原了 告诉大家 为什么以前抽冠的武俠片 是不需要特地去赚钱的 原来就是有人贡献的 有人进贡的 解释了这个 point 我想问Felix 你们以往一直都是开玩游戏 动画 怎样说 相对比较3D的形态 动感比较强的 很多连续的 这次 很明显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 你觉得最困难 去做这个武道狂之师的漫画版 是什么呢 其实最难是 因为真的没有做过 大家都 怎样去做到那样东西 去研究一个流程 就是那个工序 可以 量产地发展 因为我们以前做动画都是花很多时间 描述一件东西 可能做一些concept mark 描述一张 然后有3D 描述出来之后 那个quality 你就继续 不会有太差的 你可能做out direction 你会看着灯光 那样东西 就是那个qs很容易控制 但是当你画漫画的时候 你每一张每一格 你画错一笔就是一笔 你控制得不好 或者表情画得生眼就生眼 那样东西是 整个团队来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下手 每一项一起画 那样东西是比较难的 而且我们要发展到一个工序 可以应付到之后 例如起码可以出到某个量数 应付出版 那也是一个难度 我们最初由你们宣传这个新的franchise 宣传这个舞蹈狂知诗整个project 很大的project 那时候一开始已经听过 不是只是想做漫画的 而是想做很多发展的 但我们最初看的时候 我们因为很多主持本身都看开博妆 即是博妆的那些广大 看到你们在分工上很有趣 比如Felix你本身是美术总監和主片 然后有些分镜助理 人物美术设计 背景美术 兵器美术设计 插图 等等等等 很多不同的工序 为什么你们会尝试这样去做 因为我们看的博妆 美术总监并阻底上是一个主图团丢了 罗事给人物美术打开博妆 直播后是佘装的背景组织INA 要接下来做女艾薪 你国服的分工 不要抄出ANS的 因为服葬也是有传统的 跟博妆港幣的份工有什么不同 而 também分工对他们工夫の优势就是有什么 结果基本上流程差不多 我知道36率不同 但可能她组织的文章 可能一个人做的部份会涉及多些 其实最初我们做动画 大家之前都 其实是我们主要做很多概念和各类型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生产这个过程的时候 又要令到大家要投入有满足感 所以某程度上分工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些进入 所以我们现在用了这个基本上是最简单的分法 每个人都要在同一格里面做 其实现在我们再来讲一讲男情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有剧本之后会做分剧 然后有同事会主力负责勾线 有些头我会先画 通常有同事会负责所有效果和兵器 背景是另一个同事做 彩谷那些当然有另一个专门画 Jack就会画了内门的插图类 通常做完之后我会最后重新收集一次成份 在这个过程中 乔太太有没有粗暴干预你们内部工作 还是你们的合作是怎样的 我想最主要他会演乎最多就是头尾 即是翻完镜我通常都会给他看一看 或者未开始做过一本之前有些打的 他就会担任一个武术指导的角色 那就会上来打 即是真的会上来 尤其很多都是兵器 其实因为始终小说里面写出来的文字 都不是一个立体 即不是说一个360度他可以看到整个是怎样做的 我自己会心目中已经有过一招是怎样怎样打的时候 那就做出来给他们看 还有其实有时候一个武术动作 画得好不好我觉得是一些细节的东西 把劍怎么握啊 碗的角度是怎样的 即是会很大影响 所以打的时候就会可以展示给他们看 要注意哪个点一定要这样 就算后来比较后期一点 或者例如草稿阶段他画了一些给我看 如果我发觉有些动作场面画出来 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都会指出来要他们改 这些装手已经太现代了 这些不像是那种文猜的角度 都会提出这些东西 这个就比较前期一点 在他们开始动不画 会不会直接拿到那本文猜的文猜 我以为直接拿到那本文猜 你跟着这本文猜就行 因为有人说是像 我忘记是否像《无限天主人》 沙川港明是《无限天主人》 我不太记得是像 但我觉得不像 不会给你一些名字 然后就像他那样 没有 他自己拍张照给我的 我这个姿势应该是这样的 要留点 现在做小说也是 我们做封面 因为小说封面是门小雷 小雷始终不懂功夫 有些我都放在姿势里拍摄 公开的照片 差不多了 很想这些流出 很想这些流出 不绝对不可以流出 因为有些在家里穿短褲打 没问题的 还有短褲 这个是前期有做的事情 到了差不多完稿后 我主要都是在文字上监修 因为文字不是纯粹将小说搬过去 因为始终漫画的对白 是节奏或者长度 都会不同 都会改变 我又要再继续一次 文字上 严谨一点 这次如果这样说 其实有参与也不少 也挺多 严谨的也挺多 两位 其实投身这一行一定有些原因 有阿乔大理 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你也有看《武汉之主人》 除了这一套之外 还有什么动漫画 无论在创作这本也好 其他书也好 对你有影响 Felix有没有对你 觉得这就是想去到的目标 我认为影响最大 有很多 《殷牙》 《殷牙有》 《殷牙有》 《带子红狼》 《经典》 他那种形容高手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他在日本的那种劍豪小说或者漫画 他的特色是 打斗不是纯粹在招式上 很多次是心理上 或者在环境上 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棒 对我自己写有很大影响 还有我想是《七金刚》 《望月三起》 我觉得这个是动作漫画的巅峰之作 那很快就跌滑下了 日本漫画 一切感觉才是跌滑 很大件事 他写的那种很困难的感觉 都对我自小的影响 当然还有很多武侠漫画 例如《龙虎门》 我认为《中华英雄》 尤其是《华英雄》把头发之后 《无敌》 《金泰普》出回来 那段比较高峰的那段时间 还没看天下 这也很合理 我问得差 现在还没看香港 现在没什么 那段应该是我最迷广的事情 那段时间和《刀劍少》 早期一点 因为我都非常喜欢《温瑞安》的幕后小说 对我影响很大 那时候《刀劍少》漫画 他那种很霸气的人物 但《刀劍少》不是他写的 《温瑞安》写的《刀劍》 很大误会 二次创作 他有四大名部出场 那段时间 《刀劍少》漫画 《温瑞安》小说 继续一起看 也是合理的 这个继续 Felic呢 我本身很喜欢 我本身也很受到他分镜上的影响 那些打斗 像Story Board 浪夏衡 就是《刀劍少》 大家不用多说一件事 那些耳朵的事情 那些耳朵的事情 真的很厉害 那些耳朵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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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受影响也是《刀劍少》 我自己看的时候 是《刀劍少》 那些耳朵的事情 才能正式自己买回 刚刚出了一本《极品》 不如我们已经施了 《刀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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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们来说 日晚的系统对你们的影响深深很多 是的 所以现在走出来的分镜 或者整体的效果 其实我们看来 都没有这种 没有《刀劍少》 但是我们从第一期开始看 我想对于我来说 我看的时候 就是因为 whatever 有人催我们 是否上门长远 方法 方法 我会觉得 在那个 港晚有一个最好的地方 值得你们团队参考 就是在那个速度感上 我想无论是日晚港晚或者美晚 都好 香港漫画 对于我来说 他最特别 也是最值得参考的 就是他做的速度感 就是快的感觉 真的做得很好 那 我作为一个读者的建议 可能 这里可以 虽然我们都知道 那晚 其实现在都基因无事 但是 唯独这个位置 真的值得借镜和参考 我自己觉得 既然阿俊 追损我们 先休息一会 待会我们继续 武道狂知识的访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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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